大家好 歡迎收看今天的棒談How to In 我是拉拔潘忠偉 今天要來介紹一次拉拔出新書了 那這本拉拔的新書 拉拔How to In已經開賣了 那如果大家不相信的話 我可以Cue我的粉絲來跟大家見面聊聊喔 Cue到我了 Cue到我了 拉拔你好 拉拔你好 嘗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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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們這是特別企劃 讓拉拔來開場 讓拉拔來打輸 不過今天因為特別企劃的關係 所以我也穿上這件非常特別的衣服 因為這件衣服正好是 以前我們一起在工作的時候 拉拔送我的 我一直保存到現在我很喜歡這件衣服 拉拔自己好嗎 最近還不錯 最近就是跑行程 然後撥球 另外就是要想辦法每天睡飽 吃好 哦 對對對 當然也要首先恭喜這個拉拔新書出版了 雖然在那天你的新書發表會 我沒有辦法能夠到現場 不過今天邀請拉拔來我們的節目 當然很重要的一點呢 除了打輸之外 我想跟拉拔聊一聊 因為我們兩個人正好都有這種 生過重病 然後瀕臨到生死郊灣邊緣的時候 當然我想你的這個病情 比我當時要嚴重得多了 不過我想先從 兩年前 三年前 11月的那個下午 你第一次打電話給我的時候 你還記不記得 你打過電話給我這件事情 其實那個有點像是我 整個發病前的前一篇 前一個篇章啊 那時候其實因為身體有一些 頭痛鬱裂或者是 胃痛非常難耐的狀況 所以我想要問長者就是說 因為他比較有這樣不舒服的經驗 所以想要問看看說他轉播過程 有沒有出現頭非常痛 或者是胃會緊繃 當時有一些身體的訊號有出現 想問看看長者過去有這樣的經驗 他是怎麼度過的 對我接到那個電話的時候 其實我自己嚇了一跳 我想說因為我們戴耳機啊 在轉播的時候戴耳機 其實耳機有時候夾得非常緊 然後長時間戴下來 確實會有那種 頭會覺得痛的一個情況 不過肚子不舒服通常我覺得 可能是自己在吃壞東西的時候 才會出現這種肚子不舒服的情況 但是我從電話裡面完全聽不出來 你的這個突然之間的身體上面的 一些狀況上的改變 跟我所碰到過去在轉播當中 所碰到的這些狀況 好像有點點不太一樣 我當時其實有一些身體的訊號 但我自己是比較不會解讀 而且比較少遇到 所以在當時想說 看長者有沒有這樣 怎麼化解頭痛的經驗 或者是肚子不舒服的經驗 那當時其實 聊完過程好像 我們也得不到一些結論 然後在隔天 我沒有接到你電話 然後再隔一天 我到台中去看比賽的時候 就在看比賽的同時 我那時候人在台中 你就打電話告訴我說 醫生診斷出你有白血病這件事情 我真的當時嚇得 我也不曉得該怎麼 怎麼樣好好的來應對 應付或是面對這樣的狀況 因為在我的身邊 在我的好朋友裡面 真的你是第一位碰到這樣的疾病的人 我那時候其實自己也滿慌張的 可是電話的那一頭 當你告訴我這件事情的時候 你當時的心情你還記得嗎 當時其實知道這件事情的時候 我就想說原來前一通跟長舍的通話 所有的問題都有答案了 原來是已經罹患白血病了 那其實跟長舍通話的過程 就是跟他說 原來我們前一通電話在討論的 可能就是身體有一些警訊 然後經過檢查之後 確定是有一個很大的狀況要去面對 那當下我打這種電話 主要還是希望長舍可以好好 然後在轉播的時候也把身體的照顧 放進去他的行程裡面 然後我也會好好來面對病況 好好面對這樣子 在當時我記得我看比賽的時候 我真的比賽也看不下去了 所以這當時你猜我第一個打電話給誰呢 應該是曾公曾大哥曾文誠 沒錯 我那時候真的沒有心情在看比賽 然後我就自己跑到一個角落去 我就先打電話給他 告訴曾公說你發生這樣的事情 曾公聽了也嚇一跳 因為我想曾公也應該是從我這裡知道 應該不是從你這邊知道 因為曾公其實也在轉播過程 因為我們都會在轉播室外面聊天 曾公其實也常說要注意身體 要好好有好的睡眠 那當時就覺得說曾公講得很有道理 但是自己也想要拚看看 那所以忽略了一些身體上的訊息 那沒想到曾公也果然是很神準 所以到現在當然出院之後也是會常跟曾公聯絡 會好好聽曾公講的話 是 其實曾公早就改名叫做曾鐵口了 對不對 只是他這個曾鐵口這個名字 不如曾公這個名字來的響亮 那剛剛我講到的就是 其實我們兩個人在 因為我2012年2013年的時候 生了一場怪病 然後來到了這個生死交官的邊緣的時候 我覺得我沒有辦法像你一樣去面對 當時身體上的狀況 面對投手突然投出來這個大需求 你是怎麼樣做到 在心理上面去取得這樣的一個 比較平靜的心態 其實當時內心小劇場也是演了好幾遍 但是我沒有辦法像奇異博士一樣 飛到最後去看什麼樣的結果 對我最好 所以其實在漫長的治療過程裡面 我慢慢有一些想法 那第一個當然就是希望 自己在面對病況的時候可以盡全力 第二個就是我非常尊敬疾病這個對手 那第三個我覺得是最難的部分就是 不管最後的結果是怎麼樣 我覺得我都已經可以坦然接受 在這個從生病到現在 已經等於說是痊癒的過程當中 除了家人是你最重要的支柱之外 你覺得在這場大病裡面 誰是你的教練 誰又是你最好的頭部搭檔 醫生就是我的教練 他可以排定上場的時間 因為我們的療程有些風險非常大 所以可能會有比如說 一個療程大概會有25天或者是5天 小治療或大治療 可能你都要全身灌注 然後生活起居包括清潔 或者是防止細菌的動作都要做完整 之前在急診室的時候 有一個急診室醫師就過來跟我說 老闆你好我是奎哥的學弟 這一次拜血症來勢洶洶 我聽到這一句我就知道 哇這個教練在跟我說這個病毒很難對付 病症是非常嚴重的 那另外醫護人員就是我的partner 也算是我的隊友 因為長時間在醫院住院 所以很多的時間都跟他們相處 那包括一些生活的常識 或者是一些需要問他們的地方 像是治療到一半 其實我身上的靜脈會有靜脈發炎 所以其實要找打針的地方 其實都找不到 那我印象中非常深刻 有一次醫護人員來 學長也來 然後護理師護理長都來了 然後終於在第四次或第五次 找到血管打進去的時候 我們大家是歡呼 而且鼓掌拍手叫好 所以在這個過程裡面 好像一起去面對一場很艱難的一戰 其實我覺得醫生真的是我們最好的教練 因為醫生告訴我們相當多的 醫學方面的知識 跟我要應該怎麼樣去面對你的疾病 或是我面對我自己的疾病 我覺得醫生真的是一個非常好的教練 今天非常謝謝拉拔幫我Cue出來 讓我這個頭號大粉絲呢 有這樣的一個機會可以跟你對談 也聊一下 其實我們兩個人從發病之前 那麼一直到你在住院期間 一直到現在你大病都已經痊癒了 我覺得這是要非常恭喜你的 也希望你在未來 每一天都能夠這麼健康這麼快樂 更重要的是如果說 在目前收看我們這個節目的觀眾朋友 如果你現在不管在您家裡面附近 或者是說在您的公司附近 沒有辦法買到這本新書的話 千萬不要擔心 因為你有兩個途徑 第一個就是等它二刷上市 因為拉拔的一刷已經賣完了 那麼第二個呢 當然就是參加我們體壇觀測戰 粉絲專業的活動 活動的獎品呢 就是要贈送給您拉拔的親筆簽名的新書 不能輸的比賽 那麼也希望呢 大家能夠踴躍到我們的粉絲專業 來逛逛看看 看看到底這個活動的內容是什麼 看看你到底有沒有機會 能夠在最後 能夠把拉拔簽名的新書給帶回家 今天非常謝謝拉拔 謝謝你來我們的體壇觀測戰 放在How to Win 今天特別企劃成功